能有的觉 那么如果是无所 无所就是没有能说 如果是没有能说的话 你认为不加修持就没有明 灰明 你认为没有能说不加修持就没有明 这就不正确了 因为他本来有光明 你认为要修才会有明 那就不是我所说的性觉妙明的本意 而无明又非觉瞻明性 这个你没有加明 没有用功夫去修为 那么觉性不能显现 那么那就不是觉体本有的 清净本人的 沾然不动的 清净光明的自信 你所认为的 那不是本有的自信 那么你这个看法 根本就是你的法子的知错 这是不对的 信觉必明 万为明觉 信觉必明 这一句话也很不好了解 或者说 本性的觉体 它本来必定是有光明的 本来必定就有光明的 所以叫做信觉妙明 而万为明觉 而万为明觉 因为你现在 有能有所 有能所的缘故 好像认为 没有本明 这个觉性没有本明 那是有你的万五法 就是法子所盖 所以显现不出来 应当不是这个样子 觉会所明 因明利所 无明的觉 不是妄想之明 无明的觉 这个觉 就是带无明的觉性 众生 带无明的觉性 也就是弗罗罗 带法子的觉性 你带着那个法子 而你认为能正所正的 这个能所 那是妄想 不是真法 所以这个三文人 三文人他执着 一定有涅槃 一定有三四磕了 那么他的三四了了 才正到涅槃 三四不了 正不到涅槃 那么也就是说 信觉妙明 必定要修行 不修行 得不到这个境界 应当是这样是吧 可是信觉本来有光明 你不能体会 妄为明觉 给你这个能所的希望 认为要修的明 才能恢复原有的觉性 那么所以你的觉不是明 因为你的觉是在无明之中 而有能所就是妄想之明 那么因明而建立这个 有能有所 能所既然妄力了 所既妄力 所就包含能 能跟所同时 由你的这个法子之望 而建立起来了 就生你的妄能 能断所断的这个能 就是虚妄不死的 也是个假的东西 那么你这个法子不断 没有办法体悟本有的信觉妙异 那么由此在无同意中啊 自然成义 本来没有同意的差别 可是因为你有能有所 就变成有所同意了 这个 这个同跟义 是什么东西呢 同 直后来成立的这个虚空 直现在的这个虚空 虚空是同性的 周变死方无处不变 但是它只有一个 虚通 它无形象 没有随碍 只有虚通的一种空性 所以是同 那么意是什么东西呢 意 指世界 世界建立在虚空之中 由了这个妄想之空 就有妄想的事件 所以本来真如自信中 没有同意 没有这些名堂 可是因为你的法子之拙呀 直然成义 直然 显示众生的这个烦恼妄想啊 非常的直升 现行的功夫很强 而就是圣者 三圣圣者的这个 罚子 也是很强 所以会有这个意象 这个意就是世界 千差万别的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 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指他们身文人的境界 我们的世界在后边 后边那个三种相续 三种相续 那才是说明分断生死的境界 这里不要忘掉 是说的 变异生死 变异生死的境界 他们也知道这个完空 而空中有这个世界的境界 神文人 正欧罗汉国 有欧罗汉的境界 他有他的境界 原觉人 有原觉人的境界 菩萨 有菩萨的境界 从观行位的菩萨 经过相思位 到分阵 分阵位 才能分破无名分阵法身 那个时候的境界 才会渐渐的跟佛相同 如果是生文人觉 他认为他的境界 有他特殊的境界 所以这个深山的地方 没有人住的地方 有许多欧罗汉的境界 在里面 我们看不到 他们有他们的境界 可是他们的境界 他认为也有 有这么一个境界的实体 他也认为有实体 所以叫做义 义是差别下 他的境界里面 种种的庄严 医报的情况 一亿千差万别 所以叫做义 义就是不同 在这个无同意中 自然成义 义彼所义 因义立同 因为这个不同的境界 由此 因生到将来众生 在分阵生死中 也有这个同意 所以对义立同 就是由世界 必定有虚空 由世界 必定有虚空 没有虚空 世界无同见地 所以因义与立同 同意发明 同虚空 义世界 彼此互相发明 然后成立 因此互利 无同无义 无同无义 就是众生 无同无义 就是众生 因为众生 它也不是虚空 但也不能离开虚空 而义 是世界 众生 必定要有世界 为义 就是义报 没有世界 它不能称获 所以就有义的 这个世界 可是众生的身份 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义 所以叫做无同无义 无同无义 就是众生的 这个现象 那么这个众生 也还不是指我们 这个六凡凡夫的众生 是指三圣圣者的身份 三圣圣者的身份 那么这一段文呢 无同无义 说明三圣圣者 有他的身份 欧罗汉有欧罗汉的身份 圆绝 彼自佛 有彼自佛的身份 菩萨 从观行为菩萨 一直到分阵为菩萨 各个有他的身份 那是无同无义的众生分 义 是他们的世界 菩萨有菩萨的世界 生文有生文的世界 有世界 必定就有虚空 所以有同 那么这就是说明啊 分断生死之前 有变异生死 而这个变异生死的境界 就是如此 他的现象 比我们圣妙的多 但是跟我们不一样 不是像我们的分断生死 他们所谓变异生死 就是生灭 死就是灭 生生灭灭的心境 心理的生灭 像叫做生死 不是像我们分断生死 接下去经文说 如是扰乱 相待生老 老酒发尘 自相分毒 这是说明 由这个前面 变异生死的因缘 因生到六番法间 一样有生死 那就是分断生死的起源 像这样子 在无名中 发生这个 种种的乱象 彼此相对待 相待就是对待 相对待 世间一切法都是对待的 只有究竟果决才没有对待 才是决待 凡事相待的 彼此相待 扰乱 就会成为一种 劳累的现象 劳久了 发出尘劳 三界的六道轮回的尘劳现象 就是由此 阴生出来 那么彼此 自相分毒 生起这个分毒的情况 由此 因其尘劳烦恼 由此因其尘劳烦恼啊 就是由此 从变异生死中 转成三界六道众生的分断生死 这位是分断生死的章本 后边的分断生死 就从这个情况来 由此 其为世界 尽尘虚空 虚空为同 世界为一 彼无同意 真有为法 这是说明 由变异生死 因生到众生 三界六道的分断生死的世界 由此身体 众生所住的 三界六道的世界的情况 而世界是动的 虚空是尽的 所以说 尽尘虚空 这个虚空 出处游 但是它是尽态的 那么因此 虚空叫做同 世界叫做义 这个其为世界的动向 叫做义 而虚空的尽向 叫做同 彼无同意 真有为法 无同无意 就是众生 就成立 由此成立三界六道的众生 那么三界六道众生 由此就成为有分断生死的情况 真有为法 无同意中的真有为法 有为之法是什么呢 就是义术师 一时而树 一处而树 第八无奈耶诗 有一个名字叫做义术师 义 义是不同 这是结果论 它的因 就是起祸 造业 众生起祸 起祸 造业 那么这个因 就是极 就是三界六道的极地 这个极地成立了 那么以后要接受这个结果的这个果报 这个果报就是义术师 义术 书是成熟了 一时而树 例如我们人 过去生造人的业 现在成为人生 那么过去生造业是因 那么现在来受报 受人生的报 这是国 这个叫做义术师 一时而树 过去造业 不晓得经过多少时间 时间不同 到现在受报 一时 时间不同 而过去造业不一定在这个地方造 也许在其他的任何地方造业 那么由此啊 业力造成了 现在来这个地方受报 受报的地方 跟从前的这个造业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义处而属 由此成熟 这个现在的果报 跟前面造业的地方不一样 说不定 我们俩的地方有机会 第一次 我们俩的地方有机会 我们俩的地方有机会